12月12日晚,四川南冲市川北医学院发生学生抗议 在四川高校基本全部返乡的情况之下 川北医学院的学生却还在继续考试 因此昨天晚上学生们自发游行 本科生要求返乡 而专硕生则要求同工同筹 网传信息显示学生们的抗争似乎是胜利了 校领导已经同意将学生的诉求回应并写成书面文件 同样是12月12日晚 因为针对返乡的方案 招令西改导致福州大学学生昨晚聚集在三区操场抗议 网传教学群信息显示4点49分通知说 根据学校最新要求 12月12日至15日全校本科生停课 原本安排在12月13日到15日的课程顺延一周 12月16日以后全部课程及考试采用线上形式进行 7分钟之后4点56分的通知却全盘否定了之前的信息 说刚接到教务处最新通知 教学计划暂不调整 请按原教学计划进行 昨晚有现场的学生表示说 估计学校会让学生们返乡 但是由于校领导只是口头答应 所以还不能确定 另外还有学生反应 这次的学生抗议根本就不是小问题 这反应的是福大在疫情期间对学生诉求的无视 是学校管理层从上而下的不统一 是学校言行不一致 导致学生为学校买单的笑话 学校原以为是说声抱歉就可以了事的 可是学校根本没有看到成千上万学生的愤怒 根本就不是一天所造成的 学校一边以为自己是军令如山 另一边却又犹犹豫豫 不愿意承认自己的失误 所以从头到尾就像个小丑 12月12日晚徐州医科大学 专硕研究生也抗议了 有学生反应说 现在阳性指数增长非常快 医院只给本院的职工提供口罩 研究生归陪生根本就没有N95口罩 如果有人阳性了 就通知家长领回家 很多同学离家万里之遥 现在学生们好一点的有1300元的工资 但是阳性隔离则是要按照每天100元来扣钱 隔离超过7天 则要补一个月的归陪 辅导员群里进言 同学们建的群也有内鬼混入 吃医学生的人血馒头 据说上一届还有因为压榨夜班学生 凌晨起来踩雪 导致跳楼的事件发生 据现场学生反映说 现场交涉过程当中 学校和医院领导都统一有N95口罩 甚至连学校的保安都佩戴N95口罩 而可怜的学生们却在寒风当中 紧紧捂着自己的普通口罩 生怕自己被拍下来遭到清算 还有的学生反映自己科室的情况 说已经有很多的阳性病人 但是医院领导并不照顾这些学生的安危 要求他们在一线收治阳性病人 医院领导说学生们阳了就阳了 昨天晚上去抗议的大概有100多人 在附属医院附近的校区 校领导还以不发归陪证 要挟专硕归陪的学生离开 但是据说学生们并没有屈服 还有校领导在归陪医生群里 用医生是高尚的职业 要勇于担当等道德绑架的话 给学生们扣帽子 据说学生们已经约定好 今天12月13日不再去医院上班 12月12日晚南昌大学江西医学院 也发生了专硕生聚集抗议的事件 并且要求同共通筹 据悉和之前的各大医学院一样 同学们每个月只有近1000元左右的微薄 归陪收入 再加上最近反重的临床事务 让他们不堪重负 事发之后门口出现警车 学校也锁起了大门 但是校内学生依旧在抗议 12月12日晚江苏人病医院专硕学生也开始了抗议 同样是要求公正待遇 还有合理的防疫防护 事发之后 医院领导到达现场 学生的诉求是否得到正确的回复 还不得而知 和前面几个学校不同的是 广西中医药大学学生的抗议计划 被学校和警方提前破获 导致行动流产 根据警方发布的信息显示 工作当中发现部分广西中医药大学 第一附属医院学生在网上串联 计划12月12日晚17点 在广西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东葛院区门口举行集会示威活动 12月13日下午15点30分 在东葛院区行政楼6楼召开研判会 探讨新疫情时代下的临床轮转 以及学习 借机向院方发难 表达学校医院对归陪生待遇 疫情防控等政策的不满 市局要求清秀分局加强广西中医医副院 东葛院区周边的巡逻防控 发现情况及时处置并上报 最后的结果是广西中医药大学通过放假 成功瓦解了学生们 原定于13日的行动计划 网上截图显示说 从12月13日开始 学校放假不分学术还有专术 第二点是以自愿为原则 可以自愿离校返乡 将目的地报给辅导员 建议离校前跟导师和培训单位报备 第三点是要继续在学校或者是培养单位 开展教研临床工作的可以申请留校 需要导师和培养单位签字盖章 同样被学校提前成功破获的学生 有组织有预谋的抗议 还有广西大学 12月11日下午5点钟左右 有人在微博广西大学抄话上提议晚上7年一起去散散步 随后有辅导员进入聊天群 导致群解散 同时广西大学抄话被禁止发言 有人发帖说 在校园内所有能够聚集的地方 全部都被保安包围 尽管学生们没有聚集 但是学校的门外却是聚集了大量的警车